中国队的配合逐渐的失误 这是老欧队的反击 一个直塞球 自己在向前踏 这个球裁判名上 却中国队好手犯规 老欧队的第一次进攻 赢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今天直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 这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裁判员 斯特雷布雷 这个裁判组的三名裁判员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老欧队的定位球 我们看看他们来怎么样的去处理 距离球门还是有一定的角度 那么在争抢投球方面 显然中部队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直接选择了空门 就是打高了 老欧队完成了文堂比赛的第一次攻击 顺文队是16号球员 这名决员 老欧队的反击 老欧队的反击速度是非常快的 成到了二打 直接上到了空门 球进了 球进了老欧队 打电了一个进球 这个进球也有些出人意料 这是上场比赛 开场不久 老欧队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 由他们的7号公区 恩凯打进了一个球 这打了中国队的一个出奇不易 那么这本来是中国队前场的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老欧队呢 在反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击的时候 那现在中国在进攻的时候呢 虽然政治和这个阳浩组成的是双后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中国队在水平明显高于对手 所以在进攻的时候 政治其实往往会 他的位置会更加的提前 扮演这种前腰的角色 像这种任意球他往往会选择远射 又是选择远射 因为老欧队非常的清楚 身高方面有这种巨大的落差 所以他肯定抢不到头球 球场丢了老欧队的反击 老欧队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简洁 又有机会 再传进去危险 通球公开冲进了零秒 零秒 哇 不可思议 谁能够想到 谁能够想到 就这么的进攻 就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线 这条防线也太糟糕了 而且对方居然是用头球的方式 公开了中国队的大门 我们的中后卫的身高 都是1米85以上 让对方一个将近1米60的小哥子 抢到了这个头球 守门员杨志非常的郁闷 今天对方就这么两次向上的射门 就这么两次向上的射门 打在门框也得 居然打穿了中国队的防线 0比2 中国队落后老挝队 老挝队的9号队员 卡普瓦宁的身高 只有一米66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他的整体的配合 确实打得非常的漂亮 最后这船中这一项 脚法非常的出错 弱点很好 李学棚 根本就没有碰到球的可能 发懵 上半场比赛今天尾声的时候 老挝队又创造出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他们唯一的一个角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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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